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法制进行时 前不久呢 内蒙古呼和号特市的孙女士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称 孙女士被绑定成了某平台的代理 而且每个月还会扣她的钱 孙女士就纳闷了 她实在想不出自己 究竟什么时候就成了平台代理 而且还要被无缘无故地扣钱 这可让她着急坏了 事发当时 孙女士正乘坐火车出差 手机铃声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 说是某平台工作人员 错误将其绑定为这个平台代理 电话里对方告诉孙女士 这个平台每月都要扣出 她500元的代理费 可孙女士思来想去 自己从来没有绑定过什么平台 也没有做过所谓的代理 孙女士当时也没当回事 但是挂了这个电话以后 她又接到一个010开头的电话 再次向她核实 是否有这种情况 孙女士结合上一个电话 想到了可能是真的 这件事可能是真的 连着接了两个不同号码的电话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孙女士开始有点害怕了 是不是自己真的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绑定了平台 这要是因此被扣钱可就麻烦了 于是孙女士开始询问对方 如何才能解除绑定 对方说马上会有客服联系她 教她解绑方法 没过一会儿 孙女士果然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但是在这个教孙女士 如何操作解除这个客服代理的时候 电话突然中断 孙女士因为当时在火车上 可能不太清楚 以为是信号不好 一会儿又打来电话 说解除代理 需要网络操作 需要她拿扣扣沟通 孙女士也没有犹豫 就拿客服夹了这个 在QQ里 所谓的客服人员告知孙女士 想要结绑 孙女士必须把自己账户里的钱 转发到对方提供的银行卡账户里 进行测试 孙女士照做了 还别说 钱转过去了以后 还真就原路返还了 孙女士是总共打了四笔 四笔都没成功 钱还都在自己的账户里 孙女士就信以为真了 然后对方又跟孙女士说 你的手机里头是否有贷款平台 孙女士说有 对方又跟她说 为了贷款平台 不受这个扣费影响 你得把这个贷款平台的额度 都提出来 再进行刚才那番操作 于是孙女士通过贷款平台 给对方的制定账户 转款十一万元 然而这次 钱转过去以后 却没有原路返还 孙女士要求客服退钱 可是没说几句话 客服就将它拉黑了 孙女士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电信诈骗了 于是赶紧拨打电话报了警 接到报案以后 我们立即进行了指付 但是由于转账时间 已经超过了三小时 指付没有指付住 我们就是进行了下一步工作 对这个孙女士转账的 对方收款账户进行核实 在调查的过程中 民警发现银行卡的持有人 是一名山东籍男子 民警立即赶赴山东 将银行卡持有人范某抓获 之后民警继续追查 范某的银行卡流水 民警顺藤摸瓜 继续层层追踪 成功捣毁了这个网络诈骗团伙 目前几名犯罪嫌疑人 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已经被公安机关 采取了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